请到你皇上最后打一秒吧 我要当爸爸了 本来过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 然后前几天我生日的时候 娜娜说要送我什么礼物 然后我说我想要一个小baby 没没想到小baby真的来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没有觉得害怕 害怕什么 你跟我们拍个结婚吗 结婚肯定结 马上就结 办个婚礼吗 现在就在俄罗斯办婚礼 你解二个就是 你要当妈妈 但我不特意回头 没事 你已经有一个干女儿一个干儿子了 当妈妈应该很有经验的 照顾孩子 就是要好好休息 所以 我要做什么 你知道做什么吗 做什么 打一秒 就是怀孕之后打一秒 天呐你怀孕之后打一秒了 你忘了我们来 是打了打了 这个有问题吗 希望你会有 你有没有问过医生 没有 他说什么 他说 第二个就不要打 第二个不要打 对对对不要打 他说 第一个一秒其实没有打 打了有什么问题吗 他说要监察监察就是 有八个星期几次 一秒的话监察 肯定没有问题 肯定没有问题 太开心了 这是我最好的 今年最好的生日礼物 其实娜娜担心的两个问题 也正是我所担心的 虽然未婚先遇这件事情 在俄罗斯是很常见的 但是可能因为娜娜的家庭教育 比较传统的缘故 在这方面 他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也不是没有想过 要早点领证结婚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大使馆停止办理了 外国人在俄罗斯结婚 必须用了的单身证明 再加上娜娜一直想要 咱们的红本文 所以这件事情 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其实更让我们担心的 还是第二个问题 就在确定怀孕的一个星期之前 娜娜二次接种了 俄罗斯的新冠疫苗 为此我们查阅了很多资料 问了很多医生 但是并没有得到 新冠疫苗是否对胎儿 有影响的确切答案 在此我也想求助一下 广大网友 如果看到这条视频的朋友 有比较权威的回答 可以给我们留言